大家好,我是韩语老师金龙一 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最新上市的两本韩语称考书 这两本书是严世韩国瑜写作一和二 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 那么第一册是定价59元8 194页 那么第二册是69元8 它的页数是204 也就是说两本书基本上就是200页 但是它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它的前沿里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就是说这一系列就写作的书总共是四本 那么其中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一和二 二是为初学者准备的 那么三和四呢 终极水平的人 可以看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本书呢是这样的一个编排啊 首先它的内容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呢 是这样分的啊 总共分成十个十大课啊 现在教材呢 也是这年四大的严世韩国瑜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编排 十大课不同的主题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题目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这个题目呢 就指的是这里描述的这些内容 我们用含语怎么来表达 然后相关的词汇啊 后边呢已经告诉了我们啊 就这一刻是自我介绍啊 写有关物品的文章等等等等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从头到尾 那么最后呢 有天气 还有介绍食物啊 比较食物 这个是第一册的内容结构啊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因为是初级的写作教材 所以说呢 有大量的造句的练习 一般写作呢 就是从造句开始练的啊 那么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往后 先不看啊 我们看一下后边 除了这些主要的内容之外 它的附录里有什么 附录里能是这样的 有听力原文 听力原文的译文 短文的译文 练习题的参考答案 还有事例部分的参考译文 还有词汇和表达 有的人会很奇怪啊 这写作书怎么会有听力原文呢 这是因为啊 它在前边有 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它播放听力之后 要求读者听写 听写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这个是一 韩国语写作一 然后看一下韩国语写作二 看二的内容是什么 先看一下它的内容构成啊 你不会看中文吧 从这个开始啊 介绍 学校的生活 学校设施聚会购物 这是一到五课 后边具体写了啊 写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日常生活 学校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内容 包括健康啊 网络 从这里开始呢 就 渐渐呢 出现了一些啊 类似于 表达一些主张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但是 主要的内容呢 都是 实用性的应用文 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啊 不是说考试 就 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有可能用到的一些啊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写作 所以说像这样的内容的话呢 除了作为写作之外啊 也可以当做一个 提升韩语的 在这个书来看也可以的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附录 附录里边呢 有文章的参考译文 然后练习题的答案 还有事例部分的参考译文 事例呢 应该就相当于是个范围啊 还有词汇和表达 印刷也是很清晰的啊 很好 后边就词汇呢 是这样的 简短一点啊 有单词 还有中文的解析 这个是词汇都不配啊 好 这个是 颜世韩国语写作一和写作二啊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颜世大学的 颜世大学在中国啊 很可能是 颜世大学的书是引进的数量最多的啊 包括颜世韩国语 还有他一系列的 韩国语学堂的书 现在渐渐的啊 基本上应该是都要 在中国上市的感觉啊 好 这个是颜世韩国语一和二 谢谢大家